刀狼演唱会山歌响起的地方第四站即将在2024年11月8号19号 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 这个综艺馆是澳门当地专门用于举办大型演唱会和体育赛事的场馆 场馆可以容纳16000人 不算其他平台上的刀米 大卖网就已经显示 想看刀狼澳门演唱会的人数是4.9万多人 看来这两场远远不能满足刀米们的热情 10月22号的下午 澳门文旅发布了一条欢迎刀狼老师的宣传视频 视频中不仅配文千呼万唤 他终于来了 仅仅这所配的文案也就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而且是用刀狼和许子摇板的爱是你我中的一句 这世界我来了 任凭风暴漩涡 做背景音乐 煞事用心 这意义和气势都是杠档的 不得不说澳门文旅对刀狼的期待和对刀狼澳门演唱会是多么的重视 要知道澳门官方从来没有为任何一名歌手 或者一人夫澳演出而专门发布过宣传片的 这是吴潜力如此高规格的欢迎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刀狼的影响力该是有多大 即便是号称华语乐坛顶流的五一姐 在澳门演唱时 也没有享受过如此的待遇 并且他的演唱会长也仅仅容纳5000人 而杨巅峰也将在澳门开演唱会 会场馆即能容纳2500人 刀狼的演唱场馆却可以容纳16000人 单单从官方的态度和场馆的选择这两方面来看 他们与刀狼之间的差距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大家说是不是呢 虽然宣传片一共才三四十秒的时间 但是只字未提刀狼 可是说的却全部都是刀狼 在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抖音账号评论区像是炸开了锅 全国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刀迷们摇人的摇人 报到的报到 还有没有抢到票的 甚是热闹 刀狼之前的三场演唱会都是使用的电子门票 而这一次的澳门演唱会的门票使用的是指制门票 16000张9秒卖光 由此可见刀狼受欢迎的程度是多么的大 刀狼的歌积极店先人又劝戒后人 他的序曲虽然只有四句 但是他却以情味歌唱变世间的悲欢与离合 以曲为鉴 次向世间的丑握百态 斩尽世间妖魔与鬼怪 他用他二十年的成长经历和坎坷的音乐旅程阐述了 无人扶我青云志 我便自踏风雪到山巅 孤身也可当昆仑的境界 刀狼 这位音乐界的灵魂百度者 他用他那一双充满魔力的手与时空对话 诉说着世界上从古至今的每一个故事 他的音乐 不仅是旋律的交织 更是情感的流淌 历史的回响 每一首歌 都是他对生活的感悟 对世界的解读 对人类情感的深刻描绘 如今 刀狼的歌声即将在澳门制作繁华的城市上空回荡 他的演唱会又一次成为了一票难求的盛世 11月8日至9日 刀狼的澳门演唱会将成为一个数万刀谜齐聚一堂 共同高声合唱的震撼场景 这里将是一片音乐的海洋 每一个音符都将触动心灵的最深处 期待的心情在刀谜中蔓延 他们翘首以盼 期待着刀狼的澳门演唱会的到来 这将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 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是一次情感的共鸣 刀狼的歌声将带领着每一位听众 穿越历史的尘埃 感受生活的真谛 我们预祝2024年11月8日至9日的 刀狼澳门演唱会圆满成功 愿刀狼的歌声如同璀璨的星辰 照亮澳门的夜空 愿他的音乐如同温暖的阳光 洒满每一个听众的心田 在这场演唱会中 让我们一起感受刀狼音乐的魅力 一起见证这位灵魂百度者 如何用他的歌声连接过去与未来 连接你我的心灵 刀狼本名罗林 是一位中国著名的歌手音乐人 出生于1971年6月22日 四川省内江市人 刀狼的音乐生涯始于1990年代 但直到2004年 他才凭借一首2002年的 第一长雪一夜成名 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歌词 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 刀狼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民族音乐 流行音乐和摇鬼元素 他的声音沙眼而富有感染力 歌曲内容多涉及爱情 生活感悟和边疆风情 深受广大听众喜爱 除了2002年的第一长雪 他还有许多其他知名作品 如情人披着羊皮的狼等 刀狼 这位音乐界的传奇人物 在音乐上的成就如同繁星闪烁 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演唱事业上 更在于他对音乐制作的深耕和对新人的培养 为中国的音乐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的音乐之路虽历经起伏 但那份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始终如一 犹如恒星般照亮了无数歌迷的音乐旅程 在个人的演唱事业达到巅峰之后 刀狼并未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他转身投入到音乐制作的广阔天的 用自己的经验和才华 为更多音乐作品的诞生贡献力量 他不仅关注音乐的质量 更注重音乐所传达的情感和故事 使得每一首作品都充满了生命力 除此之外 刀狼还积极投身于培养新人的工作中 他深知音乐需要新鲜的血液 需要不断的创新和传承 因此 他乐于分享自己的音乐理念 不遗余力地指导新人 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音乐风格 为中国音乐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刀狼的音乐之路 如同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 既有高潮时的激流涌进 也有低谷时的平静沉思 但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他的才华和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曾改变 他的作品 那些充满情感和力量的歌曲 一直被广大歌迷所传唱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岁月流转 刀狼的音乐依然在人们的心中回响 他的名字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符号 更是一种音乐精神的象征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音乐人 什么是永恒的艺术追求 刀狼的音乐之路 将继续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随着时间的流转 岁月的更迭 刀狼在美光灯下的身影 或许不如往昔那般平凡 他在公众视野中的曝光度有所减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音乐的火焰有所减弱 相反 刀狼依然在音乐的道路上 滋滋不见地探索和前行 他的音乐作品如同陈年老九 随着时间的沉淀 愈发醇厚 仍然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 在音乐的征途上 刀狼从未停下脚步 他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 探索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让自己的音乐内涵更加丰富多元 他的每一次尝试 都是对音乐边界的一次拓展 都是对自我风格的一次深化 即使他的名字不再频繁出现在热搜榜上 他的音乐确实终在歌迷的心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刀狼的音乐作品那些旋律和歌词 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娱乐范畴 它们成为了时代的记忆 成为了情感的寄托 在无数个夜晚 当人们独自面对心灵深处时 刀狼的歌声总能恰到好处地响起 未见那些疲惫的心灵 唤醒那些沉睡的情感 他的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仿佛还在昨日的耳边轻轻响起 而披着羊皮的狼的野性呼唤 也依旧让人心潮澎湃 刀狼的音乐就像是一面镜子 设出生活的百态 反映出人性的光辉 尽管刀狼在公众视野中的身影变得稀疏 但他的音乐影响力却从未削减 他用自己的音乐 证明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不需要时刻站在聚光灯下 也能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刀狼的音乐之路 是一条不断向前延伸的轨迹 他的每一步都坚定而清晰 他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力量 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的音乐将继续在人们的心中回响 成为永不褪色的经典 是一条不断向前延伸的